中国卢州老教进军世界 把北美办事处设在洛杉矶的亚凯迪亚市 9月15日 中国四川卢州老教股份有限公司 与卢州老教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在亚凯迪亚市举行北美办事处成立挂牌仪式 中国四川卢州老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卢州老教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波 与卢州老教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及卢州老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巡路 以及卢州老教国教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彪 等销售团队热情欢迎各界来宾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到场祝贺 并颁发了贺壮 南加州商界侨界等代表 以及卢州老教在海内外的经销商代表 近百人出席了当天的揭牌仪式 1915年在首届巴拉玛万国博览会上 卢州老教代表中国获得了金奖 从此以后卢州老教的品牌飞升全世界 这些年卢州老教的发展非常顺序 去年我们销售额突破了100个亿 我们利税达到60个亿 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 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品牌带到全世界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影响事件 中国白酒也迎来了与全球消费者碰杯的机遇 卢州老教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经销网络 成为了海外能见度最高分布最广 受欢迎程度最多的中国白酒品牌之一 全球全新设计的新型白酒 已经在欧美国家试点销售 这次卢州老教建立的首个国际化的海外机构 卢州老教北美办事出 将致力把北美市场打造成为 卢州老教国际化样板市场 凭借着其在海外的品牌文化时尚的影响力 将中国白酒文化的火种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卢州老教与世界酒业的交流互动 开启新的大门 阿克里亚有60%的华人 所以很希望有这个东西 这个商业在这边 因为这个对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很高兴 四五都很高兴这个东西在这里开的 华夏电视台记者亚凯迪亚是采访好的